这绝对是甄子丹最不愿听见的一句话 陈慧敏是一个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高手 所以说他对甄子丹的评价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大家都知道甄子丹的个子很小 而这在擂台上却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所以陈慧敏说甄子丹吹得太厉害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并且在现实中甄子丹也并没有真正的打过擂台 可能说甄子丹从小习武会有一定的武术基础 但是他却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和能力 别看在荧幕中的他很能打 可那也只是电影效果 别说一个打十个 就算是打一百个都不成问题 因此甄子丹的实战能力有多强 行家们肯定是知道的 也要知道陈慧敏年轻的时候那口是金牌拳手 他28岁时就获得过东南亚全赛的冠军 39岁更是仅用半分钟就轻松KO日本拳王 所以说他的功夫可都是靠打出来的 并且就这实战能力还真不是现在的电影明星能比的 然而江湖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拳有陈慧敏 腿有李小龙 由此可见陈慧敏才是有真材实料的 所以他也最有发言权 不知大家对此怎么看呢